大家好,我是教母君 法国和德国是欧洲大陆最重要的国家 也是欧盟的核心成员国 两个国家是邻居,也相爱相杀了上千年 又因为各种各样的历史和地域原因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地缘性格 随着近些年留学人数的不断增长 每年都有很多同学选择这两个国家学习和工作 即使今年新冠疫情造成一定的人员流动的研制 但长远来看 到上述两国求学和生活依然是主流趋势 在这期视频 我想用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来环比一下 在法德两国工作和生活的差异 其中有很多属于个人感性人士 仅供大家参考 提供的数据我尽量做到最新 后续随着相关国家政策的改变 我也会尽量及时跟进修正 首先我们来看大学毕业后的平均工资水平 下面讨论都是用税前工资的 我要先提一下 德国的教育资源更加平均 企业更加看重毕业人才的能力 而不是特别看重学校出身 法国讲究基因教育 企业在配用人才的时候会更关注学校出身 在一项调查中我们可以看到 法国工程师学位国内被认证为硕士学位 他们的毕业平均起薪不含奖金约为35700多欧 法国商学院毕业生平均起薪为36700多欧 平均起来比工程师越高 2019德国大学工程类硕士毕业生的平均起薪为47400多欧 德国商科硕士毕业平均起薪 43000多欧 我们可以看到法国和德国的起薪还是非常不一样的 顺便一提 两个国家的薪酬也很受低于影响 以德国为例 德国薪酬每个州都有区别 平均下来排名最高的是巴弗州 拜仁州和黑森州 而在法国 巴黎以及大巴黎地区明显 以其他身份高 我们在了解了法国的薪资水平之后 再来看一看税后收入情况 当然税收是非常复杂的话题 这里我们做了简化突出基本核心 假设有两个同学分别在法国和德国 以硕士毕业工程师平均工资录值 同时假设这两个同学单身无子女 我们先看法国的情况 收入为35714欧的同学的税后收入约为 26287欧 及税前的73.6% 需要注意的是 法国雇主需要承担除了员工工资以外的 10757欧的各类售保费用 及雇主实际为该同学总共支出 46471欧 当然该同学自己也学承担 7196欧的售保费用 结合雇主方面交纳的10757欧 每年售保总额达到17953欧 我们再看德国 收入为47481欧元的同学的 税后收入约为29590欧 及税前的62.3% 德国雇主也为雇员承担 约一半的社保费用 在这个例子中 同学必须自己承担9508欧元的 社保费 他的公司也同时承担了9508欧 总共交了19016欧元的费用 所以在社保总额这点上 两国相差不是很大 同时从税后进出的角度来看 在法国每个月为2190欧 德国为2466欧 即使德国略优 但净差不大 所以我们不能单从税前工资 来判断哪个更优 因为两个国家的 劳务税收政策有差异 而其中有一个 我觉得比较大的差异点是 在法国每年需要个人报税 因为员工所的工资 被没有扣除个人所留税 事实上每年个人报税完成后 上交的税额 接近一个月的工资 而德国每月到手员工工资 已经扣了个人所得税 虽然在德国每年也必须个人报税 但是在申报完毕后 针对申报的项目及个人情况 甚至会退税给个人 即税务局会返还一小部分税金 总的来说 以我本人为例 在法国公司每年发的奖金 基本都是用来交税了 而在德国公司每年的奖金 确实让人多出来将近一个月的薪水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法国和德国的医保 2020年 法国要交的医保 在工资小于2.5倍 最低工资时 是总工资的7% 在上面的例子中 每年将近2500欧 全部由雇主承担 而德国的医保 占工资的14.6% 总共为7359欧 员工和公司各承担一半 两国的医保体系都很成熟 所有的项目都明确了 投保的范围和价格 法国的基础医保部分 是上交到统一的国家社保内 德国的基础医保则由各个保险公司负责 当然基础保险部分的规则 都由社保法规定 由国家社保机构管理 及医保所占工资比例 及基础医疗报销额度和范畴 德国的保险可以选择法定医疗保险 或者私人医疗保险 其中投保私人医疗保险 投保人年薪需要达到一定数额 这两种保险各有利弊 选择因而而异 除了基础医保外 两国都有种类繁多的辅助医保 一共选择 比如眼科牙科 及其他特殊项目等 每个单独保险种类 都有自己的价格和覆盖范畴 保险的种类和诊断的细节 都可以在保险公司的官网上查到 当然在寻求治疗之前 报内容不确定 可以联系保险公司咨询 或者机构咨询 判病问者的预约时间 取决于所在地区和科目 在法国可以去阿美利查询 德国可以去亚美大 或者Dr.Lib 在网上都可以找到 相关的医生的信息 诊所也会标明能接受的医保种类 总体来说 两国在基础性疾病 和重症方面的医保覆盖都很全面 现在我们来看看养老 因为基本上在一个国家工作的话 就是和这个国家 在某种程度上捆绑在一起 自从马克龙上台以来 法国在出台新的退休体制规定 因为不修改规则 财政支出就难以平衡 当然随之而来的就是 工会方的大工和游行活动 今天我们聊一聊 当前也就是2020年年中的情况 在法国每个月 雇员和雇主都要支付退休金 这些费用是由基础退休金和补充退休金组成 基础退休金是由季度金决定 补充退休金是由积分决定的 基础退休金等于年度平均工资乘以百分比 乘以实际缴纳养老保险的期限 除以规定需要缴纳的养老保险的期限 其中百分比最高为50% 在法国想要退休后达到最高百分比 需要交满172个季度 也就是43年的季度金 而如果到了67岁没有交满的话 则自动拿到最高百分比 而年度平均工资的计算 是以职业生涯收入的最高25年为基础 也就是只要好好干25年的话 平均工资这一项就能达到不错的水准 补充退休金的话 就是积分乘以积分当年的价值决定的 积分的价值会变化 这样的话可以有效地对冲通胀带来的影响 每年的积分数量是和工资水平成正比的关系 然而在未来一段时间里 法国的退休金制度可能会有很大的变化 如果新的制度被实施的话 将以用的是积分制 整个计算方法会被大大简化 现在的计算方法实在是比较复杂 需要持续关注的朋友 可以点赞订阅第一时间了解新的变化 然后我们再来看德国 德国的法定退休年龄要在2030年前 提高至67岁 当然法国德国都可以选择提前退休 只是要承担一定比例的退休金损失 退休金的数额等于 个人薪酬点乘以接近系数 乘以类别系数 乘以年金基准 具体到个人接近系数 年金基准和类别系数是基本确定的 所以退休金的高低取决于薪酬点 而薪酬点也直接取决于 工资的高低和工作的年限 个人感觉法国的退休金制度的改革 也是某种程度上朝着德国的方向发展 就是只有一直持续的好好工作 才能领到可观的退休金 而现行的法国退休金制度 只要好好工作25年 其他的时间还可以浪一浪 可能以后法国就没有机会这么浪了 特别提示 当你在德国工作一段时间后 如果离开德国 可以申请将自己从本人工资扣除的退休金取出来带走 而且德国也和一些国家有养老金的转移协议 目前中国还没有和德国达成协议 而法国目前则没有这样方便的选项 如果人不在法国的情况下 需要在退休前6个月去提交申请 来领取法国的养老金 在网站上分别有两个国家的退休金模拟 想要了解更多的同学可以分别去试一试 看了很多报道 感觉在当前的法国退休金体系下 法国退休人员很少会进入一种贫困状态 而在德国退休人员进入贫困状态 已经成为需要解决的一个社会问题 所以不管怎么说都需要适当的储蓄和投资 台湾的养老金我们来谈一谈工作时间和假期 一般情况下 法国的法定标准周工作时间为35小时 而德国是为每周40小时的工作时长 法国有5周的待薪假期 如果在法国工作时间多余35小时的话 除此之外 还有RTC假期差不多每年9到12天 也就是差不多每年有34到37天的假期 而德国法律规定 每周5天工作制的工作 符合法律规定的待薪休假 应当是每年不低于20个工作日 每个公司执行起来都不一样 一般公司都会给到30天左右 下面是我的个人感受 请谨慎参考 工作范围的话真的要看周围同事 个人感觉法国内根的氛围相对活跃一点 一天里要花不少的时间和同事一起喝咖啡 而在德国相对花的时间就少一点 然而也不能一概而论 真的很看人看企业看公司类型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能够给大家在德法的工作和生活上提供一些帮助 有问题欢迎留言我会及时回复 想要看到其他内容的话可以给我留言 喜欢的朋友欢迎点赞订阅和转发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